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也希望把这种开心的这种运气带给大家 那么金融投资呢依旧是有风险的 所以说风险提示始终是要有的 那么购买C也是跟大家认识这么久了 目前呢公司发展也是比较顺利的啊 虽然现在行情啊 大家也看到现在各行各业都不是那么容易 只不过目前金融行业啊 是少数几个能够逆风向上继续扩张的一个行业 那么现在各大媒体券商 基本上都是一直在投放广告 什么澳洲同城网啊 基本上全都是被外汇股票券商给承包了 大家每个月拿出5万10万15万20万澳币 最多的可能拿出30万40万澳币去投广告费用 那么这个时候财大气速的就基本上只有金融行业的公司了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还是要继续确认一个事情啊 就是在任何投资的时候 不管是在澳洲香港中国大陆还是其他国家地区 我们一定要知道如何能够遵守各个国家的制度 以及如果是公司出现问题 我们的资金能否得到一个安全的保障 那么目前呢 澳洲有一些公司受到了ASAC的管制 像悉尼一家公司 我们的同行 但是规模要小一点 叫XTrader 那么他现在呢 是被ASAC禁令 4个月呢 不能从事金融行业交易 那么XTrader的客户呢 目前4个月时间里面不能开单 但是可以平仓啊 那么这个呢 都是澳洲监管比较严格的一个体现 所以呢 大家选择券商的时候呢 也是要注意 那么但凡在ASAC监管底下的 就会比一些在岛国监管的要好 那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来先给大家看一个图啊 这个图呢 是我们做的一个小调查 参与的人数呢 大概是有二四五 五十个人左右啊 五十多个人 我们给大家四个段位 第一阶段呢 做交易是根据感觉看心情 吃饭睡觉 睡觉前或者睡觉醒了 吃饭的时候拿出手机看一看 看到这个图表不错 走势 有卧虎藏龙之势 可能要一跃冲天了 那么我们就买个掌 感觉上面阻力位很强 我做个空吧 黄金到一千六了 我空一下 爽一爽 让我自己开心一下 就是这种感觉 完全是看心情 看一下图表 那么大家呢 一半啊 基本上是36%的人 是处在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呢 就是关注新闻 了解国际大事 背后的一些交易逻辑 这个呢 也是一个进阶阶段 大概呢 也是有38%的人 那么这两个阶段呢 基本上占了74%的人群 所以说我们大分的投资者和交易者呢 都是在这两个阶段里面 那么看新闻 了解大事 国际事件 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像现在的话 股市上涨 央行放水 以及的这个 俄罗斯危机 或者是其他一些事件 疫情 影响黄金价格 冲到一千六 那么这些呢 都是对大事件背后的一个分析 会帮助我们在投资上 有一个大方向的把握 第三阶段呢 就是做资金管理 风险管理 设计投资组合 这个呢 是看似非常的枯燥 但是呢 能让我们 在概率上 赚的更多 什么意思呢 假设上涨和下跌 我们通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运筹帷幄之后 那么我们判断可能 赚钱的概率是七成 那么七成的把握 如果我们分两次进场的话 那我们的赚钱的概率就会更高一点 亏钱的概率就是30%乘以30% 对吧 你第一次亏了 第二次又亏了 连续亏两次 30%乘以30% 那就是9% 你的亏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那么做资金管理 就是这个好处 就是利用数学的原理 利用概率和期望值的原理 把我们的风险给做小 通过多次买入和多次交易 分散的一个方法 那么把我们的利润和收益率 以及赚钱的概率做大 第四阶段 就是通过数学统计 靠数学和计算机预测市场 做出一个方向上的参考 那么这个就是不讲了 因为讲也没用 除非大家去摩纳摩尔本大学 再读个数学学位 读个计算机学位 这个要花4万块钱 一个学期 所以不讲了 讲了太贵了 大家也不交学费 也不给我4万块 所以说不讲了 那么前三点 我们还是可以学到的 并且已经足够 我们在初级市场 能够赚到百分之十几 二十的一个回报 如果大家想要赚到 30以上的回报 其实前三点也能做到 第四点 其实对我们来讲 意义不是很大 一般是科班出身 去投行才会用到 那么今天的内容 第一点很简单 问大家开火锅店 还是开外卖平台 第二点 就是两个产品的一个比较 澳元对新兰纽币 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不多说 第二个叫家园和瑞士法郎 CADCHF 这个是一个新东西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第三点 就是自我吹捧的时候又来了 时隔两年 去年和今年 在年初的时候 我都出手做中国股市 那么出手就连续涨停 今年也毫不例外 这次这两个星期 出手连续涨停 那么给大家讲解一下 中国股市和澳洲股市 到底的区别以及中国股市 应该怎么去抓涨停板 在中国做股票还是很爽的 很舒服的 因为不用交税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机构价值十万元的一个 投资策略的一个讲解 那么这个呢 是真金白银 那么也是拿钱砸出来的 所以说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也不枉大家花一个小时 去看我们的这个网课 回到第一个问题 是开火锅店 还是开外卖平台 墨尔本的外卖平台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除了老外的Uber Eats 那么中国华人的 有熊猫外卖和墨尔本送餐 叫Easy 那么这两家公司和Uber Eats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属于这个平台 那么传统的火锅店也好 粤菜也好 或者是其他菜系的浙江菜系 或者是日菜 都属于单一的商店 单一的餐馆 那么本质上来讲 我们叫它是利润确定 在利润确定的基础上降低风险 什么意思呢 利润确定 就是翻桌率是确定的 一个餐厅 比方说我是自助火锅店 像天府 我们举个例子 天府 那么翻桌率是比较确定的 菜品的价格也是确定的 座位的数量也是确定的 所以天府最大的利润是确定的 比方说我的翻桌率 是半个小时一桌一个小时一桌 我不可能从一个小时一桌 缩短到15分钟一桌 大家都不爽了 对吧 我刚坐着屁股还没热呢 结果你就不让我吃饭 让我走人 这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翻桌率会有一个上限 那么菜品的价格 如果定价100块钱一盘菜 没有人会来吃 所以说你定位230块 340块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菜品的价格也是确定的 作为的数量 你店有多大 你不可能大家大排档一样 五六个桌子连成一串 对吧 你肯定一个桌子会空一下 然后再隔着一个桌子 总的座位数量是确定的 因此最终的利润总值是确定的 当利润确定了 我们就需要降低风险 那么降低风险一般是通过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降低人工成本 也就是说很多店 餐厅餐饮行业 或者是其他行业都是一样的 老板老板娘亲自上场 家里的亲戚外甥什么父母一起上场 因为我之前 我叔叔是做这个 有个叔叔在悉尼之前做酒店管理 店很大 差不多七八百万买下来的酒店 度假村 那么最后呢 也是全家人上手 这样的话 每个月能节省差不多五万澳币的人工成本 一年下来就是六十万澳币 这个是纯真金白银节省下来的人工成本 六十万澳币一年 所以降低人工是所有做这种独立营业的一些行业的老板的一个直接选择 尤其是在澳大利亚人工成本这么贵 你说在中国一个餐厅服务员才多少钱呢 在澳洲 对吧 年薪至少要四万块 那在国内二十万人民币能招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有高价值的人才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广告吸引客户 通过做这个广告 让更多的人来餐厅吃饭 了解到餐厅的一些菜系菜品 那么这个呢都属于降低风险 我们再看第二类 熊猫外卖 那么这个呢就是在确定风险的情况下增加利润 对吧 是反过来的 大家看一下啊 风险确定的情况下增加利润 那么如何称之为风险是确定的 第一 它的团队规模是确定的 比方说熊猫外卖在墨尔本一共只有五个人 在悉尼假设我们只有六个人 所以它的团队规模只有十一个人是固定的 不需要再多了啊 那么第二点的是固定支出 它需要花什么钱呢 它无非就是一个搭建服务器的升级的费用 其实总的来说还是IT团队的人工支出 对吧 总体来讲是固定的 它不需要像餐厅一样 像这个火锅店一样 不停的去翻新啊 不同不停的去装修 可能一个装修五年的餐厅 到了第五年的时候就要重新再装修一遍 又要花好几万块钱 但是熊猫外卖不需要啊 它不停需要做的呢 就是发工资 所以呢团队规模和固定支出 是基本能够确定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最大的风险确定了 第二点就是增加利润 那么它通过外卖费啊 餐厅管理费 餐厅费用和抽成 以及广告费啊 收我们GoMatthes的广告费 这样的形式呢 不停的去增加利润 所以呢 两者完全不一样 是反过来的 一个是利润确定去降低风险 另外一个是风险确定增加利润 大家想一下 我们到底是哪一个对我们投资更合适 肯定是第二个 对不对 第一个我们赚的钱都有限了啊 只能是在有限的蛋糕里面 我们多分一点 第二个呢 熊猫外卖 是我们能把蛋糕做的越来越大 越做越大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动力 所以呢 它做完了 摩尔本C可以做Bossill 做完Bossill可以做Glainville 都做完了 它可以做悉尼的市场 它可以无限的去扩张 那么像这个天府 哎 它就不行 它开一家店 它要花几十万 二十万三十万 甚至要贷款 它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我们投资的产品 投资的行业 到底是哪一个类型 千万不要我们啊 把自己都陷进去了 结果越陷越深 因为你投钱进去了 五十万也好 二十万奥币也好 你很难 很容易的撤出来 所以呢 在投资的中长线来讲的话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规划 这个图呢 比较的宏观 宏观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框架啊 像熊猫外卖平台一样 大家要分散投资 不是说集中投资不好 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实力啊 大家把五十万奥币 我们拿的积蓄啊 比方说到了四十岁 我们手里有五十万奥币 那我们都投在一个股票上 都投资在一个房产上 我们的亏损的概率是在增加的 风险是在增加的 就好比我们去开了一家火锅店啊 就这一家店 败了就全盘结束 满盘结束 就像我今天早上广播说的 如果我们开的是一家熊猫外卖平台 如果一家餐厅的口味不好吃 不受人欢迎啊 或者是一直被人抵触 那么他还有几十家上百家几万家的餐厅 在等着大家去享用 所以呢 不可能我们所有人几万家餐厅都不去 这样的话就极大的分散了我们投资的风险 并且每一家企业的管理成本是非常低的 他不需要参与熊猫外卖啊 不需要参与公司或者是餐厅的直接运营 非常省事 那么我们的投资尽量也要做到这样 不一定是创业啊 投资也同样可以 那么三大类啊 第四大类是债券 我就不说了 因为债券现在有极大的爆雷风险啊 所以画了一个SOS 大家尽量不要碰 债券如果是亏了 那就是满盘结束啊 像08年次大危机 那么就是防这个债啊 就叫衍生品啊 债的衍生品爆雷了吗 还有一些迷你债 对吧 大家都血本无归 因为债如果是出问题了 我们的本金是回不来的 所以呢 我们从房产股票和外汇三个角度 这三个角度呢 至少我们撤出的时候 是能够有有本金啊 起码能守住一部分本金撤出来 那我们只谈论这三点 债券我们就不谈了 房产方面来讲的话 大家要打开自己的思路啊 做开发商的我们就不谈了 做开发商的基本上回报率税后呢 是能够做在20%多到30%左右 利润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前提呢 是不要出问题啊 你的楼结构啊 你的楼不要裂缝了 或者是你的开发商啊 你的builder不要和你打官司 我们就有很多客户 因为做房产开发的嘛 开发 经常和我们啊 吐槽说他的这个builder 又脱工延期啊 然后跟他打官司 打了四五十万啊 结果呢 钱还还不来啊 因为builder呢 自己也没有钱了啊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这个行业呢 也并不是我们大家看到的 那么好做 house呢 是我们作为华人比较青睐的 因为大家在澳洲二三十年的一个经验 累积下来的 我们觉得house的啊 升值空间比较大 因为带土地 未来呢 可以土地有升值 但是呢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持有house的每年的成本 大概是有多少 基本上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买house是要贷款的啊 土豪类的 手这个全款的 咱就不谈了 咱们就说正常的贷款的 那么一百万的house 一百一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都行 我们基本上要有一百万左右是贷款的 那每年的三点几左右的一个利息成本 大概是三万多 加上一些啊 杂七杂八的费用 还有土地税杂七八杂八啊 又要一万多 加上装修啊 说疏通一下下水管道啊 等等的 我们就算一万五好了 其实呢 每年的支出大概就是在四五万 如果我们的租金能够回来 大概是两万块 那么如果他的房价没有涨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其实整体下来 我们投入的时间成本 我们投入的精力和资金 是亏损的最终 那么house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长期我们看的就是土地的增值 但是呢 依旧像火锅店一样 我们把重金砸在了一个项目上 如果我们砸在手里了 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第二点呢 就是公寓 墨尔本的公寓投资价值绝对比悉尼要高 啊 悉尼我刚陪我朋友看完他想看的这个公寓太贵了啊 一房能在墨尔本买两房了 所以说呢 墨尔本公寓还是可以的 租金回报比较稳定 另外呢 也是大于我们的支出成本 但是呢 大家想一下 有谁敢手里囤十个公寓 没有人 对吧 所以呢 公寓本身呢 在转手或者是投资长期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并不是值得很多人的一个清赖 另外呢 贵的公寓啊 比方说一两百万以上的公寓 他转手非常的困难 如果大家想买两百万以上的公寓啊 我这有客户 想抛啊 大家可以谈谈价格 因为两百万三百万以上的公寓呢 往外抛出售的时候呢 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点呢 就是商业物业 像酒店 像度假村啊 像我叔叔 兵艺苦苦做了两年 实在是干不了 干不动了啊 因为全家都要上阵 然后把它卖了 结果还亏着卖的啊 八百万可能最后啊 只能到手六百多万 亏了很多 那么这个呢 就是商业物业 就是说单一的投资标的 会极大的 集中我们的风险 我们投了那么多钱下去 结果呢 如果出现问题 那就是几十万的问题 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第四呢 是银行股票 银行股票呢 其实也是在投资房产 我们知道澳洲四大行 基本上呢 是澳洲最大的房地产 房主啊 或者是土地地主 因为我们所有的房本啊 基本上在还清贷款之前 都是贵银行所有 那么房产开发商 也要从银行里面贷款 他不可能有几千万去开发房产 他基本上呢 会以啊 一个比例去向银行贷款 像我们买股票 用杠杆一样 房地产玩的也是杠杆 如果没有杠杆的话 房产开发商是赚不到钱的 他跟银行贷款 都是首付百分之二十啊 多少比例 然后去开发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银行股 也是相当于我们变相的投资了房产 但是会比直接投资房产 灵魂的多啊 非常灵活 第五点呢 是房企类的股票 比方说Goodman啊 是商业地产类的股票 我们自己单 我们自己去管这个酒店啊 像我叔叔 大家可能觉得啊 他比较专业 那大家觉得我以前没有酒店管理的经验 但是呢 我听说酒店的回报比较稳定 百分之六百分之七 那我还不如去买Goodman啊 好男人的股票 因为他也是商业地产股票 那我让他去管理物业 比方说我买Westfield的股票 大家知道澳洲Westfield还是非常出名的啊 基本上商场里面 他做的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第六个呢 就是房地产的基金啊 大家也可以去投一些基金 对吧 基金类的这些 大家都是这个比较熟悉的 基本上都是固定回报 百分之六百分之七百分之八 一般在澳洲啊 超过百分之十以上的房地产基金回报 都是有问题的 正常的呃 一压 我们说有抵押的这个房产基金啊 贷款啊 基本上是在百分之六左右上下浮动 好一点的能给你百分之八 所以呢 基本上在这个范围 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 也可以自己去找分配一下资金啊 投到这一类 回报上 我们也不需要天天去看房子 天天去这个管理啊 因为像我也很烦这个租客啊 因为我女朋友现在回国了嘛 他的房子就要出租掉 那不停的要去担心啊 房客把这个房子给搞坏了 还要把押金按照政府的这个程序放在什么啊 专门放押金的一些机构里 所以能处理下来非常的烦闷 然后如果是房客那空调坏了 什么坏了 还要我去亲自去修啊 我跑一趟我就要好几个小时 所以说呢 整个下来我们其实呢 对物业自己的一个物业投资房付出的时间成本 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像如果我们买房产股票啊 银行股房产基金 那么这些呢 其实是让别人专业的人帮我们去打理 那我们的回报比较稳定 另外呢 我们是足够分散了啊 我们不是买一个房子 而是买了几千套房子 然后呢 一个房子出问题了 不会影响我们所有的资产 第二类呢 就是股票 股票的话 就是分几大行业和几个国家 行业上来讲的话 我着重推荐的就是消费股 排在第二个是医药股 第三是科技股 第四是农业股 消费股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自从去年一月份到现在 我们开始推荐以来 Cos World Wolf West Farmer的股价 一直在涨 基本上没有跌过 看什么股票能回报这么稳 对吧 像Upt Pay那种上算下跳的 心脏不好 可能受不了 但是消费股 Cos 我们天天去买菜 West Farmer 还有World Wolf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喜爱的 Cos股价从11块一毛五涨到现在 也是30%的一个回报 那么现金流非常稳定的 大的而不倒的 垄断性的企业 在澳洲 它的未来是非常值得我们青睐的 原因很简单 在未来呢 如果资金缩水了 市场上的资金小了 本来市场上流动性有100个亿 1000个亿 现在突然降到80个亿 或者是五六百个亿 降了 那么像一些矿业股 它就没有钱了 那怎么办 它只能卖 把自己卖了 大家还记得吗 在19年 为什么我们推荐了LYC LYC当时被West Farmer要约收购 大家还记得吗 为什么West Farmer要一个做零售的 一个做这个线下零售的公司 竟然要收购一家稀土矿 就是钱多烧的 它钱实在是太多 大家想一下 World Wolf这种公司 Cost这种公司 每天能赚多少钱呢 它每天都在赚钱 并且源源不断的赚 你说它这么多钱 它干嘛 它肯定要买其他的公司 对不对 所以说消费股 未来不一定是消费股 它可能转换成医药股 这两天呢 West Farmer作为母公司 要把Cost的股票出售 结果West Farmer又大涨 为什么呢 因为Cost本来涨了这么多 对吧 它把Cost股票卖了之后 它又有一堆钱 它拿了这么多钱干嘛 肯定不怀好意 又要收购别的 所以消费股 未来的潜力是很大的 大家不要瞧不起 觉得消费股没有上涨的空间 有钱就无限的可能 对吧 有钱什么都能 在资本的世界里面 本质上就是拼的 就是钱多 谁钱更多 谁就话语权 谁就能占优势 另外呢 在澳洲 我们是发达国家 资本很容易去用杠杆进行收购 比方说 我West Farmer 我把母集团的股份 拿出一部分做抵押 那么签一个对赌协议 跟投行融资 另外呢 我出售部分Cost的股票 那么这三点加起来 假设Cost我能出售10个亿 我在出售之前 我其实可以把股票做一次抵押 这些资本的运作手法呢 能让West Farmer瞬间拥有上百亿的撬动 或者收购一家公司的能力 大家一定不要小看这些巨无霸 现金奶流是非常厉害的 第二点呢 就是医药股 医药股的话就不多说了 给我们的回报非常丰厚 像我的非常喜欢的NAN 回报已经超过接近35%了 那么CSL呢 大家不是很敢买 但是呢 屡创新高 昨天的Cochler 做耳窝那家公司呢 也是上涨的比较不错 所以呢 这些医药股啊 大家可以关注 医药股主要看什么 就看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技术 是不是垄断的 如果它的医药技术 是垄断了 比方说50年的专利产权 那么它在未来的50年 汗烙保收 大家都要给它专利费 这个呢 就是医药股 跟别的行业最有优势的地方 就是它的产权 是20年30年50年的啊 所以呢 很多人以前不是看这个电影吗 叫这个 当时这个黄博眼的是吧 去抗癌的一个药物的那个电影 我不是药神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 它说的呢 就是一个药企啊 花了10个亿去研发一种药 结果出来呢 这个价格到底定价多少比较合适 那么它定价 其实呢 我们不管定价了 它定价之后呢 50年的专利时间里面 其他的公司不能用它的药 像最近这个 疫情啊 中国的这个非 这个叫什么来着 惯性病毒 不是出来一个惯性病毒呢 结果中国又出来一个 抗 这个病毒的药 但是这个样呢 据我大概了解啊 好像据说是别的公司生产出来的 只不过中国是拿来用了 但是中国有一条法令啊 就是在特殊情况下 中国政府允许药公司强行征用 啊 就是不管这个什么专利了 直接就拿过来用 但是正常的商业环境下 没有这个疫情 那么像CSL这种的血清啊 这种疫苗啊 等等的血浆啊 它是会有一个30年50年的保护专利期啊 那这个时期 它都是汉老保收的 所以呢 医药股 潜力非常大 第二点呢 除了这个专利啊 我们再看呢 就是它的人群啊 像疫苗这种东西 是每个人都要打的 那么它的人群就是60亿的市场啊 或者是中国13亿14亿的市场 或者是澳洲2000万的市场 它是每一个人都要打的 像Cochlear为什么长得这么差啊 像去年的话 它就是200多 CSL也是200多 结果今年CSL就300多了 而Cochlear还是200多 是因为Cochlear是耳窝啊 就是说大家的耳朵出问题了 我们去用Cochlear这家公司的产品 大家想一下 你耳朵有问题的人群 数量是非常少的 但是呢 CSL主打的血清啊 血浆疫苗 基本上是每个人 所以说市场规模不一样 直接导致了今年 CSL的股价能上到300 但是Cochlear还是在200多 原地踏步 那么这个呢 就是医药股需要注意的两点 第三个呢 就是科技股 科技股需要注意的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有没有钱 很多科技股是没有钱的 像今天爆雷的这个 还有人问 问这个是不是WTC出问题了 它确实是出问题了 又爆雷了 所以科技股呢 我们最怕的就是 预期的期望值太高了 就像男女生谈恋爱一样 刚在一起的时候 女生总觉得男生做什么都是对的 干什么都是很 都是很有道理的 未来呢 一定是一匹黑马 结果呢 相处了五年发现 哎呀 这个男的干啥啥也不行啊 上班上班不行 自己创业 创业失败 结果呢 穷困潦倒 一无是处啊 然后日子也过得很不顺心 所以呢 科技股就是这样 在资本和科技股票 暧昧的时期呢 股价会疯狂上涨 因为情人眼中出西施啊 总觉得他干什么都是好的 他不赚钱 说他没问题 他未来能赚钱 他只要把市场做大了就行 反正总有借口让他 股价上涨 这个呢 就是科技股啊 一定要判断出来 科技股现在跟资本的感觉 是在热这个叫热恋期啊 男性和女性同胞们就可以去购买科技股 因为你有一颗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但是如果我们不行啊 我们总觉得看谁都是好人 看谁长得都不错啊 脸盲 那怎么办 我们就买农业股啊 对吧 我们就踏踏实实的买农业股 农业股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很早就说了 像巴菲特这种人啊 呃 我们跟着他走就对了 像巴菲特 李嘉诚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收购民生民用的一些企业 包括天然气 包括农业 巴菲特很早在三年前 差不多啊 18年左右的时间 就不停的在全世界买非常优质的农产 和入股农业公司 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蝗虫的灾害 人类没有办法去克服掉 如果是像中国出现了重大疫情 那么大家都没有办法进行生产劳动啊 那么中国的农业啊 中国的粮食价格会直接上涨 对吧 缺粮啊 什么都没有缺粮食更可怕的了 对吧 最可怕的就是缺粮食 所以农业股呢 如果是在未来啊 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些风险 或者是像现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呢 农业股其实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力 那么现在呢 什么玉米的价格啊 现在橙汁的价格都在上 还有去年前几年的瘦肉精的价格 那么猪肉也在涨 所以呢 这些大家也要关注 剩下的五六七 我就不多介绍了 无非就是一个国家的选择问题 到底选美国中国 还是选择我们的澳洲 那么外汇方面的话 我们就是从上往下呢 是最推荐的到不太推荐的 澳元队新来的纽币不多说 是最推荐的 我们可以放外汇资金的啊 比方说房产我们占三成资金 股票占三成 外汇占三成的话 那我们澳元队纽币 就是可以占到外汇的三分之一 或者是二分之一都可以 那么家园队瑞士法郎呢 是我们今天着重要给大家推荐的 那么排在第二的位置 那么放的资金呢 也可以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都没有问题 欧元队英镑呢 啊 也是区间交易 一二三啊 这三点都是区间震荡的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演示 四五六七八 都是主流的一些货币垫 欧元英镑澳元啊 美元对日元 加拿大对美元 那么澳元对美元 现在创出了近十年的新低啊 对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呢 澳元真的是扶不起的阿兜啊 但是也没有办法 现在真的是没有任何让他价格上涨的一些基本面因素 很多人呢 喜欢技术分析啊 技术分析 他现在已经是底部了 对吧 已经是铁底了 为什么还能跌呢 就是因为基本面才是老大 技术分析只是辅助的 不管技术分析 分析的底部有多么的坚挺 只要基本面没有让他上涨的条件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上涨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大家要搞清楚 啊 我们今天很厉害 网课现在人数一百人啊 啊 一百人挺幸运的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在 这整个表格中啊 我们还是给大家去做一个总结 就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我们做不到第四阶段 因为我们没有花四万块钱啊 来听课 那么前三阶段 我们尽量把自己慢慢的度啊 就是放到第三阶段来 第一个是技术分析看图表 第二个是宏观分析 基本面 第三个 做资金管理 风险管理 和投资组合 好了 技术分析的核心 首先要找到对的产品 我这里举了几个例子 股票 黄金 澳元 澳牛 和加拿大 和对于瑞士法郎 黄金的话 最近非常的妖娃啊 涨到一千六百多了 很多人赚了很大的钱啊 赚了几十万 但是呢 很多人亏钱了啊 亏了很惨 为什么呢 因为黄金呢 它的那些技术指标啊 并不是很好用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蹭蹭的涨 你说什么技术指标 能让它蹭蹭的涨呢 对吧 不可思议啊 一天涨二十美金三十美金 那么黄金这个产品呢 是什么特性呢 大家可以翻一下它的历史图表啊 它是趋势性比较多 也就是说连续性的上涨比较多啊 连续性的下跌比较多 然后呢 震荡比较少 也就是说在横盘的时候呢 比较少 它在两千年左右的时候 到二零一二年的时候 都是单边上涨啊 涨了接近十年 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也说了 这个黄金会一直涨 大方向啊 中长期上涨 其实原因很简单啊 满世界的央行和政府都在印钱 你说印了这么多钱 都到哪去了 对吧 我们钱包里啊 几万块钱贬值了 没关系 但是呢 那些国家啊 大企业家或者是财团啊 他们可是几百亿上千亿的资金 他们如果贬值了怎么办 所以呢 一旦印钱模式开启了 或者是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危机啊 末日危机又来了 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那么黄金价格上涨 基本上不用我们说 只不过是我们要什么时候买 或者是啊 买黄金还是买黄金股票 还是期货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股票指数 欧洲啊 和美国以及澳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趋势性的交易更多 所以看技术指标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MACD 对吧 因为MACD是趋势性的 要看啊 维加斯通道 对吧 也是趋势性的 要看啊 顾比均线 对吧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均线指标 因为趋势性来讲的话 股票指数永远都是不停的上涨 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越来越厉害的 对吧 一个国家越来越强 赚的钱越来越多 只要这个国家的总体财富再增加 那么他的股市就会上涨 震荡行情比较少 然后呢 经过小幅回调之后 最终又会上涨 中长期是上涨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股票指数的特点 现在呢 各国印钱 所以呢 还是要涨 第三个呢 就是澳元 澳元呢 是符合基本面的 中长期难以大幅上涨 除非中国搞基础设施建设啊 又搞了个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 建大桥 建铁路 建飞机场 现在深圳我不知道几个飞机场 但是火车站我知道啊 已经在我113 1116年回深圳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8个火车站了 现在我不知道还能建多少个火车站啊 一个城市有8个火车站 太夸张了 当时吓我一跳 所以呢 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啊 目前看不是很现实 中国目前呢 靠这些印钱啊 或者是这个 叫 叫 这叫什么 释放流动性啊 一个专业术语 叫释放流动性 就让市场人的钱更多 它其实对澳洲目前的影响不是很大 希望未来呢 啊 这个能大一点 那么澳洲的旅游行业和教育行业 现在都受到了冲击啊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是聪明人都了解 澳元对纽币震荡多 区间交易 加拿大对瑞士法郎震荡区间啊 所以呢 我们要分清 我们的技术指标到底是用 MACD 趋势型的 还是用RSI震荡指标 如果我们把RSI用到黄金上面了 RSI指标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到70了 让大家做空 那么黄金做空啊 死得非常惨 最近没有人赚钱 对吧 空军最近全军覆没啊 这个呢 就是一定要先选对产品 再选相应的技术指标 这个图呢 就是澳元对新兰纽币啊 最后再解释一下 1.03 1.07 1.10 1.12 这四个数字非常关键 底部呢 从14年到现在呢 基本上是1.03 也就是在最下边一条线 红色的线 而倒数第二根红色的线呢 是1.07的位置 也就是说是一个分水龄 1.07以下 其实呢 对于中长线的交易者来讲 都是可以买入的一个时机 或者说是啊 大家是买的多 比方说我买十手 我做空三手 就是一定是买的多 空的少 然后呢 再往上呢 就是1.10和1.12 这个两个位置呢 目前是遥不可及的 因为现在澳洲的国力 是在降低的 国运也是在降低的 我们讲 外汇呢 其实和股市一样 外汇看国运 看得非常的厉害 国际资本家呢 对澳洲的国运 目前非常不看好 所以澳币呢 一直在创新地 这个呢 就非常的不利 所以呢 我们下调了这个 澳元对纽币的一个上涨空间的预期 从1.10降到1.07 那么未来新西兰大选的话 那么虽然是政治风险事件 但是澳洲的澳元实在是扶不起的 阿斗太不争气了 希望未来这个疫情缓和之后啊 能好一点啊 中国留学生回来之后呢 多花点钱啊 忍了这么长时间在中国待的 攒了那么多钱啊 据说啊 大家手里有钱啊 可以最近稍微关注关注一些啊 被低估的房产 或者是被低估的一些投资品啊 有可能未来会有很多的资金 中国的资金流到澳洲 但也不确定 因为资本管制会越来越严的啊 中国政府也不傻 知道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啊 很多人会选择逃亡啊 不是就是移民到海外啊 那么现在的话 中国政府目前据我们所知 可能会制定更严格的资金外流的政策 那么以后的钱想要出境啊 就会更难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着重去讲解的 加拿大家园对瑞士法郎 那么它的区间比澳元对纽币更小 它是0.73到0.76 中间只有0.03 0.03啊 同志们 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它的波动区间啊 只有0.03 我们看一下澳纽是多少 澳纽是1.03到1.12 是有0.1啊 接近900个点啊 0.09 那这个呢 只有0.03 哪一个风险更低啊 一目了然 对不对 这个风险更低 只有0.03的波动区间 中间值呢 就是0.7450 啊 所以交易起来非常的容易 那么在14年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呢 这个呢 没有办法 是瑞朗黑天鹅事件 也就是说在当年呢 2014年底的时候呢 瑞士啊 突然宣布 啊 把钱放在瑞士银行里面 我要收你的利息 大家都知道 把钱放在银行 银行应该给我们利息 结果呢 瑞士银行夸啊 我来一个负利率 所以呢 那一天出现了黑天鹅事件 很多投行那天亏的非常惨 亏了几百啊 最多几百亿的都有 亏几个亿的不在话下 所以那一天呢 很多人非常惨啊 当然跟我们可能没有关系 主要是投行亏的惨 因为谁也没想到啊 结果呢 就下来了 在恢复了之后啊 基本上在15年到现在的5年时间里面 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 我们做金融的 刚刚也给大家讲了 我们一定要在风险确定的时候 去增加自己的利润 还是记得熊猫外卖吗 就是这样啊 在风险确定 就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 那我们就可以放大自己的利润 所以呢 赚多少钱 就是大家自己决定的了 好了 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啊 这个19年方正证券国家队出手 当时呢 我是连续拿到了三个涨停板 大盘呢 也是从10200点 直线上升 一直到最高点 14000点 那么2020年 今年在两个星期前 广播的时候呢 我也给大家讲了啊 这个疫情被高估了 资本市场的恐慌 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么国家队后来呢 哎 毫不留情啊 连拉三个涨停板 国金证券啊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到今天就是第三个涨停板 第二个呢 就是东方财富 是我昨天买的啊 那么到今天啊 应该是今天上午买的吧 我一会看一下日期 那么就是哎 买完之后又涨停了 这个呢 今年啊 就是中国的民间资本 加上官营资本 官营资本是什么呢 就是基金 最近中国有个非常火的基金经理啊 忘记名字了 啊 主要是对中国现在新兴的这些基金经理 不了解啊 太新了 不认识 我们认识的都是比较老牌的一些啊 像啊 因为老牌的才会移民到澳洲嘛 那么中国最近新兴的一些基金经理的话 动辄融资几百亿啊 一天半个小时啊 就卖掉几个亿的资金啊 甚至呢 深圳有一个土豪 直接花了九个亿购买他的基金 那么中国现在啊 真的是钱太多了啊 印钱印的太多了 有个人可以拿九个亿人民币去买他的基金 真的是太夸张了 所以呢 呃 但是我们不能做什么啊 只能是跟着赚钱啊 他们吃肉 我们喝汤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告诉我妈妈啊 是2月14号 我跟我妈妈的这个聊天截截图啊 我问我妈啊 14号有时间买吗 上阵深圳买一个金融类的保险或者券商都行 那么我妈问我可以 现在现在买吗 啊 我说股票只要涨金融就涨 所以看好未来中国股市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买券商或者金融类的股票 本来考虑东方财富啊 因为14号东方财富是上涨的 那么就只能等机会了传统券商 那么最后右边呢 我是选择了啊 国金证券啊 或者其他的都行 那么最终呢 我们是买了国金证券 大家看一下啊 右边就是国金证券 2月14号价格是8块钱 然后呢 2月14号之后啊 今天是2月20号6天啊 其中有一个周末 所以说呢2月14号我买入是8块钱 之后呢 第一个交易日涨停 第二个交易日啊 上涨3.5% 第三个交易日涨停 今天涨停 连续三个涨停班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国金证券啊 毫不犹豫的 马上在2月14号 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 马上买进 那么三天啊 三个涨停班啊 一共4天上涨幅度超过35% 接近40% 那么这个呢 就是国金证券啊 在去年19年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的是方正证券 那么今年我们选择了国金证券 那么左边呢 就是东方财富啊 这个是今天我跟我妈说的买东方财富吧 然后我妈说已买啊 好的 东方财富已买 那么今天涨停班 所以在集中市场上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敏锐程度的话 我们会很明确的抓住市场上产生的确定性非常高的机会 然后我们重仓下去 这样的收益对我们来讲 基本上都是囊中之物 我们一定要拿住 一定要抓住 既然所有人都知道股市要涨了 结果呢 券商反而没涨 这可能吗 大家看一下 从右下角 国金证券是7块4的最低点 开始反弹 对吧 先是两个跌停板 然后呢 7块4开始反弹 连续上涨 4天 5天之后 我们发现 大盘开始非常强势的复苏了 但是券商类没有涨 这个不现实 也不合逻辑 在中国 但凡炒股 如果是未来有行情的话 证券类的股票 金融类的股票 一定要上涨 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如此确定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知道机构的操作 就是机构怎么做 我是知道的 大家还记得这个吗 啊 这个图 第四阶段 好了 现在就是在讲第四阶段的问题 通过数学统计 靠数学和计算机预测市场 做出方向上的参考 那么在买国金证券和这个东方财富 这两个股票的时候呢 我用到的就是第四个数学统计 什么意思呢 在过往啊 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所有的过去的行情列出来 做一个回归 做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当市场如果要上场要启动的时候 那么券商上涨的概率到底是多少 有接近八成以上 券商是必然上涨 那么券商开始上涨的时候 它跟大盘的关系是什么呢 是大盘上涨1% 券商上涨3%到4% 大盘上涨2% 券商涨停 就是这么夸张 所以呢 在大盘启动的初期 我们一定要买入券商股 这个就是数学告诉我们的 这个呢 就是规律 就是概率 也是资金必须要做的 所以呢 所有的机构啊 他们拿出这个数学模型之后 机构用的模型都差不多啊 大同小异 因为大家都是学同样的数学公式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操作方法都是一样 那么最后呢 就会形成一个局面 所有券商的模型都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就会形成抢筹码 抢筹码的时候 就会发生非常夸张的事情啊 就是大盘 在涨了1%2% 结果呢 券商就连续开始涨停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数学公式 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方向上的预测 和判断 以及呢 我们要在大盘涨的时候 我们选择那个涨的最多的股票去买 而不是说选择一些很差的买啊 如果是同样 为什么有的人买黄金股票 哎 我买的股票 结果只涨了2% 他买的黄金股票却涨了10% 这个呢 就是区别啊 就是他有一个相关性系数 那么这个系数可以计算出来的 所以呢 在金融呢 如果是我们只停留在看技术图表 啊 看一些K线图 那个是最初级的 我们饭后娱乐的时候 可以看看图形啊 分析分析说 哎 现在是个什么 W底要注底了 那么当我们有一定的思维能力了 我们会去问一下 现在发生了什么大事 国家要做什么 是不是要印钱 那么国家到底要不要降息 要不要释放流动性啊 那么如果是要释放流动性了 房产要涨多少 房产能不能大涨 不能是原因是什么啊 是到底是 欺世了居民的财富 或者是动摇了政府的一个稳定性 那么相比其他方面 股票能涨多少 股票是涨20%还是涨30% 那么第三点的话 就是我们合理做资金的管理 我们到底是100万的资产 50万买房子 还是30万买房子 20万投股票 20万投外汇 10万投债市 到底怎么去分配 还是10万 我入个股做个小生意 所有的资金管理到最后呢 就是第三步啊 那么最终 我们就是第四步 如果我们有一定的数学基础 我们还年轻啊 或者还愿意去学习 那我们去研究一下 它其中的一些关联 通过数字来找到关联 比方说市场上印了 中国印了1万亿的资金 股票会涨多少 印了2万亿的资金 中国的股市会涨多少 所以呢 大家要去算一下 这个呢 就是机构需要做的 那么也就是机构 容易赚钱的地方 所有的机构模型都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最终的走势 就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赚钱 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 好了 到此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进入下一步 给大家讲一下机构 是怎么做第三步的 因为我们现在还到不了 最后一步 第四步 就是通过数学模型啊 因为大家总不舍得 给我3万块钱的学费啊 当然开玩笑了 不会要跟大家要 只不过市面上啊 有很多去跟大家收学费 去炒外汇啊 做交易的 大家不要去信 因为呢 这些人如果他们自己能赚钱啊 还去那干啥呀 对吧 还收大家学费干啥呀 对吧 你像我们如果是做得好的话 三天四天 10% 20%都是很正常的 那么一年呢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机会 包括AMP 我之前很早就跟大家讲过了 AMP 大家看过没有 AMP我相信 不需要别人给我们推荐 我们自己就应该知道 一块七毛八 一块七毛九 一块八 一块七毛三的位置 都是低点了 我是一块八买的 麦克是一块七毛三买的 啊 他最低是一块七毛二 大家怎么抄底都行 那么现在是两块零三 怎么着我们都赚了10% 最近二四六 六天的时间涨上来的 涨速非常快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这是一家绝对被低估的一家企业 他的资产规模呢 大概是有两千个亿 而股票的市值只有六七十个亿 完全不成比例啊 就好比说啊 呃一个举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啊 就是说 我们呢花六十块钱就能买下这家店 啊 六十块钱就能买下这家店 但是呢 这家店呢 账面上啊 是有啊 两百万资产 你说我为什么不买呢 我当然要买下来了 我花六十块钱 我就能买一个两百万资产的店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下 因为他负债呢 同样是接近两百万啊 但是我们想一下 如果这两百万在我们手里 我们赚百分之一 我们一年呢都是两万块 肯定是要高于这六十多块钱的购买成本 所以呢 AMP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他的资产规模非常大 但是股票市值非常低 如果他今年赚钱了 哪怕赚百分之三以上 他今年都会大幅上涨股价 只不过他去年搞的实在是太烂了 被罚的钱也多 那么今年往后 相信坏事情不会再出现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投资上 我们还是要比较清晰的 有一些自己投资逻辑 好了 这个Excel表格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 就是表达的这个 机构的买入的一些方法 这有个表啊 我们交易的产品呢 是澳元对纽币 澳元对纽币 我这上面有三个数字啊 一个叫概率周期 概率周期是什么意思呢 我一会会大家讲啊 首先我们取澳元对新兰纽币在过去五年的一个走势 2015年到2010年啊 错了 sorry 2020年 一共呢 是有1825天 对吧 我们的账户呢 假设我们是五万块钱的一个账户 那么我们未来的交易的一个预期呢 我们暂定是2月20号到2月28号 大概是8天 啊 8天 好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啊 这个货币都是澳元对纽币 啊 大家肯定不理解 我底下有个图 那么左下角呢 是1.038 1.04 1.0425 1.045 1.05 1.055 1.06 那么右边呢 也是啊 1.04 1.0425 不停的往下往上增加啊 这是一个增加 我写在这里 然后呢 左下角啊 往上 从下往上递增 啊 这个也是递增的 好了 在左边呢 我们会写上概率 现在的价格呢 是多少 我看一眼 现在的价格是1.045 1.07 啊 就1.045 好了 就是在这 那么到达1.045 的概率呢 是98% 对吧 我们先随便给他一个概率 好了啊 那么他距离1.0425 非常近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用肉眼可见的去观察他 而这个先拿出我们最近的这个 第一个阶段啊 就是看图形说话 那么最近几天啊 一直没有跌破过1.04 对不对 1.04有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啊 这个我们是看图说话 最第一阶段 最初级的 那么1.04 好 我认为最近跌破1.04的概率非常小啊 比方说跌到1.04的概率大概只有20% 好了 那到1.0425的话 那到1.0425的话 我给他一个50%好了 这个呢 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啊 随便一想 看图说话 非常简单 那么上面给到的这个1825天是什么意思呢 好了 我们就要算一下啊 在未来的啊 在过去啊 五年的时间里面 1825天 有多少天 价格是在1.0425以下 啊 我们这是拍脑 拍脑袋想的50% 但是呢 现在我们要靠数学的方法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面 好了 过去的五年啊 就是在这儿 开始2015年到现在 那我们就找1.045以下好了 啊 这是1.045 这是我们假设啊 123数4天5天 那么这儿又有啊 这是2月16号到3月11号啊 这个大概是20天啊 25天 那么从这儿开始 3月23号 到5月13号啊 这个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 大概是55天 55天加我们之前说的大概是差不多80天 我们再往后看 哎 到这儿啊 又是到了1.045以下 6月29号到7月12号11号 啊 大概12天的时间 啊 我们加在一起差不多 比方说啊 是90多天了啊 95天 那么这个呢 就是9月2号到9月26号20天啊 那就是110天 在这儿呢 又有哎 我们算一下 大概是130天啊 这儿又有 大概是145天 然后呢 今年啊 又有几次 我们算一下啊 大概是150天 160天啊 或者到现在啊 185天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假设啊 我们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260天啊 假设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 下载一个Excel表格就行 我们假设啊 刚刚我们算的是260天 那么在过去呢 一共是有1825天 好了 我们会发现这个数字只有14.25% 我标一下啊 当价格低于1.0425的概率呢 只有14.25% 14.25% 这个数字就这么来的啊 那么我们假设啊 我们再数一下 这个跌到1.05 或者是一点多少以下的一个数字啊 肯定是超过260对吧 我们假设是450啊 那我们就用450除以1825 24.6%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通过数学啊 我们得出来一个客观的一个概率 对吧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而右边的这个98%呢 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 这个是不可靠的 而左边这个是可靠的 但是呢 我们又觉得 哎 过去五年发生的 跟现在好像关系不特大啊 不是很大 因为市场每一年的发生变化 好 那我们再选择一个新的概率周期 好 就是今年啊 最近一年365天 我们这里再选择一个新的概率周期 365天 我用一个别的颜色标一下 比方说啊 蓝色啊 大家可以把这个 如果旁边手旁边有本子啊 记一下啊 拿本子画一画 365天 我相信这个 大家在这个方法 在澳洲不会有人交给大家的 因为没有人会 没有 说实话 华人里面给大家上课 那些人 没有几个人在机构做过 也没有人操控过 一千万以上资金 啊 一千万以上资金 甚至连一千万人币 我相信他们手里都没有 所以呢 如果是我们要真正的学习 一定要按照 就是说机构的那些方法策略来 那么在365天的环境下 我们就把它这个图形放大 找到2019年 好了 左边呢 就是2019年 我们找到 2019年的1月1号 好 差不多是这个 2月1号到现在吧 好 这个呢 就是2019年的2月1号 到现在2月20号 我们看一下这个概率 那么1.045到底是有多少 1.045 啊 在这 1.045 那么这是从2月14号到4月2号 大概是45天 然后这里又有啊 7月17号到8月7号 大概是20天啊 这个就是45加20等于65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是二12月17号左右啊 12月10号左右到这个12号左右 也就是说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 大概又是60天啊 刚刚是65加60天 125天 好 我们就找125天 125除以365 等于34.3% 34.3% 好了 大家发现啊 5年的数据和1年的数据呢 上升了啊 确实上升了 但是呢 变化不太大 对不对 而我们给的这个98% 基本上是 真的是瞎给的 你看跟数据统计出来的完全就是两个概念啊 一个天壤之别 所以呢 大家看那种技术图形拍脑袋得出来的结论啊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 我随便给他一个 哎 觉得是个底部了 上涨 像澳元 哎 我抄了个底 结果现在被套了啊 亏了很多钱 那么也有止损离场的 像黄金 哎 我也做空了 结果呢 亏得很惨 所以呢 大家跟我肯定也是有一样的 就是光看图形是根本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 有的时候赚 有的时候亏 那么长期来讲的话 我们做金融就是做一个概率而已 那么当价格跌到1.045以下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概率呢 其实是24%左右 那么到34%左右 那么他上涨的概率呢 就是高达60%多的概率会上涨 高达70%多的概率会上涨 对吧 他反过来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右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们有5万块钱 我们要知道当不用概率的时候呢 我们1.045进场 大家看一下我的光标啊 在上边啊 进场 买涨 我跌到1.000的时候 5万块钱 我能买多少手 大家算一下啊 就是0.045 对吧 0.045个点 那么5万块钱 我能亏多少呢 一手啊 我亏4500 对不对 一手亏4500 那5万块钱呢 除以4500 我最多能买11手 澳元堆牛币 这是我能够买的最大的极限 但是呢 如果我们是分散买的话 那我们要知道啊 自己究竟是要在哪个地方去买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率 大家就是随便瞎买啊 比方说1.0425放两手啊 1.040放三手 1.030啊 放五手 大概是这样随便瞎买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啊 把这个变成X 啊 然后呢 手数变成Y 对吧 这个是Y1 啊 这个是X1 我们呢 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数学模型啊 X1乘以Y1 对吧 我那个时候的概率啊 乘以我交易的手数 再乘以什么呢 啊 乘以最大的一个亏损额度 比方说就是 1.045 减1.00 啊 大家看一下我的光标啊 是在上面这个位置 我给他标成淡黄色 好了 对吧 X1是什么呢 是概率 Y1是什么呢 啊 大家想一下Y1是什么 Y1是我买的手数 对不对 是一手还是两手 那么这个呢 后面呢 就是我最多亏的钱 这样是不是就合理了呢 对吧 我们跌到1.045以下的概率 是24.6% 那么往下呢 再往下跌啊 这个我们亏的这个概率呢 就是肯定是小于24.6%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往下跌的时候 我们取责一个最大的亏损概率 来计算这个乘法 那么Y1呢 就是交易量 后面呢 就是啊 价格波动的一个区间 我们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10万啊 因为一手是10万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 我们到底能 Y1是多少能求出来 对不对 因为X是求出来的 对吧 X是我们求出来 24.6% 或者是34.3% 对吧 X1我们知道 这个是已知的 啊 我给他标一下 红色的已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其实要求Y1 那么这个公式等于什么呢 啊 这个公式其实等于我们的允许这一笔亏的最大的钱 我们就是5万 好了 现在呢 等式出来了 我们就求Y1 对不对 那么Y1就是我们这儿能交易的最大的一个交易量 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大家如果是有X2Y2啊 比方说1.04 我还想买 那1.04的概率 X1我们也是知道的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两个方程了 啊 就不是这个等于5万了 还有个X2 X2乘以Y2 X2Y2中X2啊 概率是确定的 我们能算出来 那么这个呢 就不是1.045了啊 而是1.0425 对不对 减1.000 好了 他两个加和啊 加和是不是等于5万 对吧 所以呢 最终呢 我们会拟合出来一个 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 会告诉我们最好 最优的一个算法 那么就是在X都确定的情况下 Y的比例到底是Y1是多少 Y2是多少 Y3是多少 那么我们的风险就确定了 同样 右边呢 也是一样的 上涨到1.05以上的概率 因为我们不能光买不卖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卖出啊 那么上边这个蓝色的地方 我给他标注出来 蓝色地方呢 就是1.045 1.045 1.0475 1.04 1.05 1.06 等等等等 我们什么时候卖 那么这个呢 也是根据刚刚的这个算法 啊 我们算一下过去5年 过去1年到达1.05以上的概率 有多少天到达1.05 啊 然后我们去计算 这个概率是多少 假设啊 这个概率是75%啊 然后这个概率是68%啊 我们都是可以算出来的 那么最终呢 按照买入一样的方法 我们去计算X1X2 然后呢 我们假设啊 左下角 左下角 我们是买入的一个区间 我把它标成啊 这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啊 哪个颜色好看呢 啊 这个颜色吧 啊 假设我这买的是三手 啊 这买的是 四手啊 假设啊 当然了我这是瞎写的 大家可以自己算 那么这三手 这四手我要在什么地方去卖 对吧 我有75%的概率在这儿 能够达到 那我就可能三手乘以75%啊 我这三手有75%就卖掉了啊 3乘以0.75 大概是2.25手 2.25手 我在1.0次75的时候就卖掉了 我就赚50个点啊 我就走掉了 2.25手就卖掉了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交易方法呢 就非常的完善 我们就要通过合理的客观的理性的数学分析的方法去把它归纳总结 然后让我们赚的钱更多 让我们的风险可控 让我们有规律可循 在长期的时间里面 10年20年的一个时间周期里面 我们是不败的玩家 并且呢 不停在进步 而不是只要做一个观看图表分析 啊 画两条线 哎 支撑点来了 完全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 我们知道的就是把它给量化 那么跌到1.03以下 到底概率是多大 那么涨到1.04 1.05以上的概率到底是多大 好了 今天就是我们的全部内容啊 讲的时间有点超时了 好 有人问WTC到底怎么了 我们明天啊 我让那个大家给我们的小助手啊 发个信息问一下啊 WTC到底怎么了 我们把这个让同事啊 把WTC最近的一些这个分析啊 给大家讲解一下 因为今天晚上实在是太晚了 所以说不好意思 没有时间回答大家的一个疑问 不过这个方法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觉得这个呢 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靠着他呢 我们假设每年能赚2万块 但是靠着他 我们的风险更低了 但是我们的获利绝对会啊 翻了好几倍 因为概率有了 14.25%的概率出现了 6.5%的概率出现了 我们就知道 反弹的概率是90%多 当这种情况出现了 你还没有把握去买吗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其实缺的 就是一个参考 一个数学上的参考 不要再光凭感觉去做交易了 就是说宏观 技术图形只是第一步和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 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都统计化 数学化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全部内容啊 这个就是国金证券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走势非常强悍 连续三个四个涨停板 然后呢 东方财富是今天买的 啊 今天买了也是一个涨停板 所以呢 在金融市场上 我们没有长盛将军 我也不是 像我的这个黄金空单和澳元多单 欧元多单都止损离场了 但是呢 在确定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抓住啊 机会一定来了就要抓住 那么抄底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少量的去试一试啊 抄底我们是很难赚到钱的 因为我不相信我的运气那么好 我买的价格就是最低点啊 所以说这个不可能 因为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最低点价格买进去 最高点卖出 所以呢 我们就要靠理性去寻找概率 然后呢 增加我们的判断力 好了 感谢大家啊 非常感谢下周二的话 我们还是有这个网课 大家也可以参加啊 然后回放的会放在YouTube视频啊 也大家如果是前半段没看 可以看视频YouTube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今天多赚钱啊 赚大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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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